韩德军,在外界被称为国产第一中锋,身高2米15,体重145千克,在篮下是一个十足的巨无霸,辽宁队因为有韩德军在内线镇守,而显得篮下无忧,本赛聚韩德军场军出场时间26.8分钟,得14.8分8.9板,可谓是十分的高效,不仅如此,朝德军在球队侧应上,给球队一个重的支撑点,把整个辽宁队盘活。 韩德军,虽然是身高威猛,长得五大三粗,十足的像一个功夫熊猫,但却是一个十足君子之人。 大韩战CBA十多年,在外界从来没有听到他有任何负面消息,在赛场上,他会拼尽自己最大的力气,去为球队争胜。 在中途被换下场时,大韩都会坚持做给现场观众鞠躬,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,在CBA能做到这一点的球员真的很少。 不过,这样一个打球干净,彬彬有理,敬业重型的功夫熊猫,在他的心中,却有一个人生最大的憾事,那就是欠他老婆朱月盈一个承诺。 现在大韩和妻子朱月盈的孩子都四岁了,但,目前大韩却欠老婆一个所有女生梦寐以求的完美婚礼。 虽然,妻子朱月盈一直认为,大韩具有所有男人有的优点,是一个十足的好老公、好爸爸,自己已嫁给这样的一个人,很满足很幸福。 当初,大韩给老婆朱月盈承诺是,姚宁队夺冠她一个盛大婚礼,或如果退役前还没拿到CBA冠军,退役后给她一个盛大婚礼。 虽然,朱月盈从来没催促大韩来补办这个婚礼,她一直在默默等待着,这事也成为韩德军心中一个憾事。 但是,到了今天,韩德军终于迎来自己实现承诺最佳时机,姚宁队在总决赛上,以大比分三比零领先广沙队,从双方的实力表现来看,今晚,姚宁队很有可能四比零横扫广沙队夺冠。 姚宁队主教练郭世强说,大韩有点是没来上午的训练,这是否意味着,大韩在筹备一个在全国观众面前,给老婆朱月盈一个梦寐以求的完美婚礼吗? 要是这样,那么今天晚上,将会迎来两大盛世,一是辽宁队23年来守冠,二是韩德军与老婆朱月盈的完美婚礼,在此,先恭喜恭喜。